成為男人的方法 大家好我是沈憲 我在寶陶文化出版 我們的第三本書成為男人的方法 這本書是五十一本三文記憶 裡面寫著就是我怎麼學習成為男人 再慢慢把這個標籤 拉掉的一個過程 當男人是我一直以來覺得還蠻難的一次 因為你身邊的家人啊 同學啊喜歡的人啊 一直都會直接的 都不止間接的要求你當好一個男人 可是我肚子都當不好啊 我中文人當得比我更好啊 比較強壯、比較帥 得到比較多肯定 成就比較高 那這社會其實就像 謝凱特在序裡面所寫的 對男人這種相擁父權 社會的紅利者比較少關心 那其實我心裡也是掙扎很久 對於性情像性別認同啊 性別其實這件事情 也是一直默默摸索跟掙扎 我過去找了很多藉口 比如說擔心家庭啊 比如說媽媽對男人恨你啊 比如說是鑰匙兒童啊 沒有模範可以學習啊 家裡有太多想像的鬼怪啊 我在第一單元寫出很多 自己過去找過的藉口 那其實就是我從小到大 很真實的糾結 隨時我長大 理解我父母的難處 我現在快要追上 他們當初離婚的年紀了 然後才發現其實 這麼大的人也不一定的想法 都很成熟 把每件事都想得很舊情的年紀 我覺得我現在當成互聽之後 都能夠慢慢理解了 我第二部分 使得給我自己談戀愛的時候 我談戀愛的時候很認識啊 愛生氣啊 不想承諾 開始卡在一種 輪迴裡面 想要擺脫男人在戀愛裡的既定形象 但是擺脫了之後 就落入一種很廢的很渣的 男人的形象 可是我遇到我老婆能夠包容這麼古怪 他會全把安全感到我 那因為有他陪我一直走上路 我才能夠以他為基準點 拉出我的距離感 然後看清楚我自己的路線 找到我冷卻的方向 我不用變成很難免的樣子 去討好他 他也能夠很堅定的 你忘記我各種古怪的厭世 所以很感謝他 那部分就是我當爸爸 我有了孩子 我能從我的女兒身上接納 跟發現我自己的曖昧 然後我能從兒子身上 品嘗到這樣帶來的甜蜜 我是父親 我有時候會感到愧疚 然後我覺得我還有很多 必須要學習和改變的 有時候我甚至覺得 孩子教會我更多 那些原生家庭的事 才真的過去了 寫作這本書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為自己貼上很多 失敗男人的標籤 寫下各種你把男人當好的 抽擺攤 在我現在比較沈穩的心裡去回望 現在我可以勇敢的把標籤拿掉了 我可以看見自己赤裸的模樣 然後還要繼續努力變得更赤裸一點 不要為自己的樣子感到羞恥 那畢竟是我和世界摩擦碰撞後 留下來的保護 難不難才是真正的難 這本書可能要告訴大家就是 成為男人的方法就是不要抗戴了 成為你自己 成為男人的方法 那就記得要跟這本書喔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 再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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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